随着2025年优酷年度片单的发布 众多优秀的影视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其中古装巨制《藏海传》 以其独特的魅力和肖战等实力派演员的加盟 成为了备受瞩目的焦点 这部剧不仅IP题材新颖 类型多元 更以肖战的极致付出和精湛演技 让观众对《藏海传》充满了无限的期待 《藏海传》作为优酷年度片单中的古装巨制 自宣布开拍以来便备受关注 这部剧以其神秘的故事情节和丰富的戏剧性 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眼球 而肖战的加盟 更是为这部剧增添了更多的看点 他为了完美呈现《藏海》这一角色 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短时间内急速瘦身 推掉一切能推掉的公众活动 扎根剧组 全身心沉浸在藏海的世界里 这种对角色的极致追求和敬业精神 让人不禁对他在剧中的表现充满了期待 从《藏海传》的花絮中 我们可以看到肖战对角色的深入理解 和精湛演技的展现 他手拿剧本 在拍摄现场的各个角落 甚至坐在地上 鸣思苦想 反复推敲 这种对角色的认真态度和敬业精神 不仅让他更好地理解了角色 也让观众更加期待他在剧中的表现 肖战的付出没有白费 观众从《藏海传》的《杀青特辑》里 窥见了一个神型兼备 饱满鲜活的藏海形象 他通过精湛的演技 将藏海身上的故事性 戏剧性 丰富性 展现得淋漓尽致 他的每一个眼神 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戏剧张力 让人仿佛能够穿越时空 与藏海一同经历那些波澜壮阔的故事 这种对角色的深入刻画和精湛演技的展现 让观众对《藏海传》充满了期待 《藏海传》的精彩 不仅仅在于肖战的精湛演技和极致付出 更在于整个制作团队的用心良苦 从场景布置到服装道具 从剧情编排到特效制作 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制作团队的匠心独运 他们用心打造的这个充满神秘和想象力的世界 让观众在欣赏剧情的同时 也能够感受到制作团队的用心和品质 这种对作品的认真态度和敬业精神 不仅让《藏海传》成为了一部优秀的古装剧 也让观众更加期待它的上映 除了肖战的精湛演技和制作团队的用心良苦《藏海传》 还以其独特的故事情节和丰富的戏剧性 吸引了众多观众的关注 这部剧通过讲述《藏海》的故事 展现了人性的复杂和多元 让观众在欣赏剧情的同时 也能够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这种深度和广度的结合 让《藏海传》不仅仅是一部古装剧 更是一部充满思考和启示的作品 观众在观看的过程中 不仅能够感受到剧情的紧张刺激 还能够思考人生的哲理和价值 在《藏海传》中 肖战的表现无疑是最为引人注目的 他通过精湛的演技和极致的付出 将藏海这一角色演绎得栩栩如生 他的每一个眼神 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戏剧张力 让观众仿佛能够感受到 藏海内心的波澜壮阔 同时 他也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付出 为观众带来了一个充满惊喜和感动的角色形象 这种对角色的深入刻画和精湛演技的展现 让观众对肖战的表现充满了赞赏和期待 当然 作为一部古装剧制 《藏海传》的视觉效果也是一大亮点 无论是精美的场景布置 还是精致的服装道具 都让观众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神秘和想象力的古代世界 而特效的制作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让观众在欣赏剧情的同时 也能够感受到科技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这种对视觉效果的极致追求和精湛技艺的展现 让观众对《藏海传》的期待值达到了顶峰 此外 《藏海传》 还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 和深刻的主题思想 吸引了众多观众的关注 这部剧通过讲述藏海的故事 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独特魅力 同时 它也通过藏海的成长和经历 传达了一种积极向上 勇往直前的人生态度 这种文化内涵和主题思想的结合 让《藏海传》不仅仅是一部娱乐作品 更是一部充满文化内涵和启示的作品 观众在观看的过程中 不仅能够感受到剧情的紧张刺激 还能够领略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深刻内涵 总的来说《藏海传》是一部充满看点和亮点的古装剧制 它不仅拥有精湛的演技 用心的制作团队 独特的故事情节和丰富的戏剧性 还拥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和主题思想 这些元素的完美结合 让《藏海传》成为了一部备受期待的作品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它一定会为观众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成为古装剧领域的又一经典之作 同时 我们也期待着 肖战能够在未来的演艺生涯中 继续发挥自己的才华和潜力 为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和角色形象 相信在它的不断努力和追求下 它一定会成为华语影视圈中的一颗璀璨明星 为观众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让我们一起期待《藏海传》的上映 期待肖战在剧中的精彩表现吧 近日 关于肖战和静东之间的神奇友谊引发了不少讨论 而在肖战主演的新电影《德显景致》的进展上 粉丝们也收获了不少好消息 据业内媒体透露 肖战新电影《德显景致》 预计将于十月份杀青 这意味着肖战在这个项目上的工作即将接近尾声 这一消息无疑引起了大家的极大关注 特别是作为肖战的忠实粉丝 小飞侠们都在为他和剧组送上祝福 期待早日见到这部电影的正式上映 作为娱乐圈的当红炸子机 肖战一直以出色的演技和敬业精神备受大家的认可 此次在《德显景致》中的表现也不例外 从早期的剧照曝光到杀青时间的公布 每一部都透露着一个信息 肖战这次又交出了一份令人期待的作品 导演和出品方对于肖战的表现也给予了高度评价 这无疑是对他工作的最大肯定 能够让导演和制作团队如此欣赏 说明肖战在片场的表现不仅专业 而且态度积极认真 对于一个演员来说 演技固然重要 但拍摄过程中的敬业精神和与团队的合作 也同样不可忽视 从种种迹象来看 德显景致 无论从剧本 制作团队 还是主演的表现上 都有望成为一部备受关注的精品电影 肖战的工作态度 早已在业内外广为流传 他不是那种靠颜值吃饭的流量明星 而是凭借真正的实力 打拼出一片天地 无论是拍摄电影 还是拍摄电视剧 肖战总是全情投入 用心塑造每一个角色 他这种敬业精神也成为了他受到导演和剧组一致认可的原因之一 德显景致 这部电影从宣布开拍开始就备受瞩目 对于很多影迷和粉丝来说 这部电影不仅是一部新作品 更是肖战向电影领域进军的重要一步 早前 肖战凭借在电视剧《陈情令》中的出色表现 成为内地最炙手可热的青年演员之一 而此次电影的拍摄 更是让大家看到了他在演艺事业上的多面性 据了解 虽然德显景致 尚未正式杀青 但从已经曝光的片段和花絮来看 肖战在影片中的表现非常到位 角色的塑造有深度 情感表达真实自然 这让很多观众都对这部电影充满了期待 而从肖战以往的作品来看 无论是古装剧 现代剧 还是都市情感题材 肖战都能驾驭自如 展现出极强的可塑性 这也为德显景致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 剧组与肖战的合作非常顺利 这也是促使德显景致 进展如此顺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个优秀的剧组 不仅需要一个强大的主创团队 更需要演员与团队的默契配合 肖战作为演员 展现出的不仅仅是演技上的实力 更是团队合作精神的体现 正是因为他认真负责 敬业自律 导演和制作团队 才如此欣赏他 相信这次的合作 一定会为观众带来一部 质量上乘的电影作品 虽然德显景致 即将杀青 但肖战的工作安排 并不会因此停止 大家都知道 肖战是娱乐圈的老模 他几乎 总是在无缝衔接各类工作项目 据悉 肖战接下来还有多部作品 在筹备或拍摄中 其中最受期待的 无疑是《藏海传》 和《射雕英雄传》 两部作品都备受期待 无论是题材 还是演员阵容 都非常豪华 特别是 《射雕英雄传》 这部经典 IP改编的作品 更是吊足了粉丝们的胃口 在这些作品中 肖战不仅继续展现 他的演技实力 也将进一步 拓宽自己的戏路 无论是武侠题材的 《射雕英雄传》 还是奇幻题材的 《藏海传》 对于肖战来说 都是全新的挑战 作为演员 肖战从不满足于 现有的成绩 而是不断尝试 新的角色和题材 这也是 他在业内受到 广泛好评的重要原因之一 肖战的行程安排紧密 这也意味着 他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 作为一个偶像 他没有因为名气 而放慢脚步 反而不断进步 用作品说话 这种对工作的态度 让粉丝们 对他充满了敬佩 近日 娱乐圈再度掀起一阵狂热 肖战不仅凭借出色的演技 和舞台表现 让粉丝们疯狂 更是在2024年 全球华语流行音乐 金曲榜 中勇夺冠军 这无疑再次证明了 他作为全能艺人的实力 说到肖战 大家想到的 不仅仅是电视剧中的经典角色 他在音乐领域的造诣 也同样不容小觑 而此次 金曲榜的胜利 更让大家为这位 多才多艺的青年演员和歌手 感到骄傲 肖战此次 能够勇夺全球华语流行音乐 金曲榜 冠军 绝对不是靠运气 他的音乐作品 早已在乐坛中 留下深刻印记 每一首歌 都充满了情感和真诚 在金曲榜上 这样的荣誉 也绝非偶然 这是他一次次 用音乐实力打下的江山 细数他的音乐作品 无论是光点 这种充满力量感的励志歌曲 还是其他深情款款的作品 肖战总能以独特的嗓音和情感 把握住听众的心 其实 早在这次获奖之前 肖战的音乐成绩 就已经非常耀眼 作为一个影视演员出道的他 能够在音乐界如此高光 并非易事 2020年 光点 发布后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席卷各大音乐榜单 成为当年最畅销的数字单曲 也正是凭借这首歌曲 肖战奠定了 他在音乐界的地位 让大家看到他不仅仅是 演技出众的演员 更是一个拥有深厚音乐功底的歌手 肖战之所以能被称为全能艺人 不仅在于他同时在音乐和影视两大领域发光发热 还在于他每一个作品都以高质量文明 无论是音乐作品还是影视作品 他的投入和专业度令人称道 此次全球华语流行音乐 金曲榜上 举办方也为肖战颁发了象征着音乐实力的奖项 并送上了真挚的祝福 而值得一提的是 这并不是肖战第一次在金曲榜上获得殊荣 每一次颁奖都是对他实力的肯定 也是一份不小的荣耀 在流量和实力之间 肖战用行动告诉大家 他不仅仅靠流量站稳脚跟 更靠实力赢得了业内外的尊重 作为一个多才多艺的全能型艺人 他在音乐上的表现毫不逊色于演戏 无论是舞台上的表演 还是录音棚里的打磨 肖战都将细致和专业贯彻到底 除了金曲榜的捷报 肖战还在微博音乐盛典中备受瞩目 作为内娱当红的青年演员和歌手 肖战在年度人物的评选中一路领先 据悉 肖战的支持票数已经突破2000万 这样的数字让人折舌 足以说明他的超高人气 和粉丝的强大支持力度 每一次有关于肖战的评选 粉丝们总是全力以赴 力争让自己心中的偶像登顶 而这一次 微博音乐盛典的年度人物 看起来肖战已经是志在必得 其实 肖战能够成为年度人物的有力竞争者 也是情理之中 自从出道以来 他凭借着一部又一部高质量的影视作品 以及不断刷新 榜单的音乐作品 成功圈粉无数 而他的粉丝群体小飞侠们 也始终保持着强大的凝聚力 始终如一地为他打靠 在这次全球华语流行音乐 金曲榜的比赛中 粉丝们的积极互动 无疑是肖战夺冠的助力之一 而在 微博音乐盛典的投票环节 粉丝们更是使出了洪荒之力 通过微博 粉丝团等多个平台积极拉票 让肖战的年度人物竞选一路领先 可以说 这种粉丝与偶像之间的强大羁绊 也是肖战能够持续爆火的重要原因之一 真正让肖战能够屡屡掌获各大荣誉的 除了他的实力和粉丝支持外 更重要的是他那份敬业精神和谦逊的态度 无论是在演戏还是音乐创作上 肖战始终保持着一颗谦逊的心 专注于作品的质量 而不是被名利冲昏头脑 他的职业素养和对工作的热情 才是让他能够一直走在行业前端的根本原因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肖战始终保持着正能量的形象 这也是他能够成为优质偶像的重要因素 在这个充满浮躁的娱乐圈中 肖战以低调和踏实的态度 赢得了业内外的尊重 无论是在面对质疑还是褒奖时 他始终保持着冷静和谦逊 从不让自己陷入过度的曝光或是争议之中 这种良好的品格和工作态度 让他在娱乐圈中显得尤为特别 肖战得显景致 正在紧张拍摄中 今天大饼又来溜 有让肖战心心念念很久的迷人的反派角色 还有大师级文艺片导演 真是饼饼惊心啊 真的假的众说纷纭 不过项目确实都在排队等 在挑选中 肖战的饼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他够不到 话说又让谁家羡慕到哭了 有人说大家酸到不行 怎么又有饼的背后 除了羡慕 破防外 其实更意味着 营销对标肖战取代肖战的全面破产 五年了 各路人马 骑上阵 各种手段让人眼花缭乱 营销了多少的话题 从肖战的衣着造型到 采访问答 从肖战本人 到肖战的粉丝 甚至肖战 获得的各种名头 例如是首帅断层顶流行走的雕塑这些名头和肖战 出演电视剧的很多热梗 及原生台词 都照搬照抄 直接拿来就用 肖战递广出圈 他们也营销递广 肖战上了涂鸦墙 他们也随处找个地方涂鸦 不管别人在意不在意 自家粉丝说出圈就行 网友说迄今为止 除了曾经的设计师头衔 没人敢窃取 其他的都差不多了 各个角度的copy 各个层面的抄袭 结果怎么样呢 有目共睹的事实就是 要么 抠脚的还在家抠脚 演骨偶的 还在骨偶之 要么 热度也大不如前 再也不见营销下一个肖战 对于这种对标肖战的营销手段 网友总结说 营销手段无论多么花里胡哨 本质都是在拿捏人性 但人性 原就相生相克 能在舟 亦能复舟 想拿捏 想玩弄 就要乘其反噬 事实上 目前根本没有人可以成为他 取代他 在以此作为营销点的那一刻 就已经输了格局 输了眼界 自损了成为自己的可能性 没错 做自己才是正当 而肖战 从初到 就明确目标 就是做更好的自己 所以 他一直在突破 一直在尝试 一直在丰富 一直在奔赴更高的山 走更远的路 所以 大岛鸣鞭 头部重点项目 排队次第而至 超级大饼饼饼金星 饼饼惹人垂涎 这才叫无限风光 光明灿烂 肖战最近的表现 可谓是风头无两 几乎每隔一段时间 就有新作品上当 不论是电视银幕上 还是网络平台 肖战的存在感 都无处不在 最近 大家的注意力 不仅集中在 他刚刚结束的 微博音乐盛典上 紧接着 央视官方也放出了一条 关于肖战的九月捷报 他主演的 《娇阳伴我》 再度荣登 央视 舞台 引发了无数关注和讨论 这样的捷报 无疑再次证明了 肖战作为一位实力派演员 拥有着独一无二的魅力与影响力 哪怕是对于要求严格的 央视 肖战的作品 依旧百看不厌 令人赞叹 不论是对于演员本人 还是粉丝群体 能登上 央视 无疑是一种极大的肯定 在中国的娱乐圈 央视的认可 代表了主流舆论的肯定 而能够多次在 央视 舞台上被点名的艺人 无疑是在实力和影响力上 得到了全面的肯定 根据 央视官方的报道 肖战主演的 焦阳伴我 再度被点名 温暖励志的角色 令官方忍不住连连称赞 表示已被肖战的元气 满满所感染 这不仅仅是对角色的赞扬 更是对肖战个人的认可 作为演员 能够在不同的作品中 塑造出各具特色 打动人心的角色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而肖战却多次做到这一点 从《陈情令》中的《魏无限》 到《斗罗大陆》中的唐三 再到如今的《焦阳伴我》中的《盛阳》 肖战用一个个鲜活的角色 诠释了什么叫做实力派演员 《焦阳伴我》 这部剧自开播以来 就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喜爱 剧情感人至深 而肖战饰演的《盛阳一角》 则是一位充满正能量的角色 观众们通过这个角色 感受到了生活中的温暖与勇气 尤其是在肖战的演绎下 这个角色显得更加立体 生动 仿佛能够直接走进观众的心里 看到肖战捷报频传 心中的幸福感 无疑是爆棚的 特别是 焦阳伴我 不仅获得了高收视率 还得到了 央视的认可 这样的成就 让每一个支持肖战的粉丝 都感到自豪 毕竟 作为小飞侠 大家一路陪伴肖战走过风雨 看着 他从一位新人演员 一步步成长为如今的实力派演员 看到这样的成绩 怎能不激动 粉丝们的幸福 不仅仅来源于肖战的成功 更源于他作品的多样性和 不间断的输出 从电影 电视剧到综艺 肖战在各个领域 都有着出色的表现 每当肖战有新作品上线时 粉丝们都能感受到 那份满满的幸福感 正如粉丝们所说 只要你在舞台上发光 我们就永远支持你 这种正向反馈的关系 在娱乐圈并不常见 很多明星与粉丝的关系 往往是单向的 但肖战与小飞侠之间 却充满了互动和温暖 肖战的每一次成功 粉丝们都倍感骄傲 而粉丝们的热情支持 也成为了肖战不断向前的动力 这种得到多助的现象 在肖战的事业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在最新的《娇阳伴我》中 肖战再次挑战了一个全新的角色 圣阳 这个角色充满了阳光与正能量 仿佛就是为了给观众 传递温暖而生的 圣阳并不完美 但正是这种不完美 让他显得更加真实 更加让人感动 肖战通过细腻的表演 将角色内心的挣扎与成长 表现得淋漓尽致 让观众在观看时 不禁为角色的命运揪心 同时也感受到了那份来自生活的温暖 娱乐圈从来不缺少新鲜面孔 但能够持续散发光芒 吸引观众目光的明星 却寥寥无几 近日 一则令人振奋的消息 在网络上迅速传开 青年演员肖战主演的电视剧 《梦中的那片海》 即将在吉林卫视黄金档播出 这个消息一经发布 立刻在粉丝圈引起了轩然大波 大家纷纷表示 要准时守在电视机前 支持自己喜爱的偶像 《梦中的那片海》 作为一部温情满满 情感真挚的作品 一经播出 就收获了无数好评 而这次 吉林卫视 再次选择将这部剧 安排在黄金档播放 足以说明 肖战在观众心中的影响力 有多么巨大 作为该剧的主演 肖战的表演 无疑成为了整部剧的灵魂 他用自然流畅的演技 展现了角色的成长 和内心的挣扎 无论是细腻的情感刻画 还是强烈的戏剧冲突 肖战都拿捏得恰到好处 对于肖战的粉丝 小飞侠们来说 这次肖战的作品登上 吉林卫视 无疑是件值得庆祝的大事 而更令人激动的是 肖战的粉丝 还收到了来自卫视的特别请柬 邀请他们前来打卡 要知道 这样的待遇 可不是谁都能享受的 这更进一步说明了 肖战的号召力有多么强大 粉丝收到官方的请柬 这种场面确实让人感到 新奇又温暖 吉林卫视 如此公开地欢迎肖战的粉丝们 前来打卡 可以说是对肖战个人影响力 和粉丝团体的一种高度认可 要知道 娱乐圈里人气明星不少 但能够同时获得官方 平台以及大众一致认可的 实在少之又少 肖战的粉丝群体小飞侠 一直以正能量和高素质著称 这和肖战的个人特质 密不可分 肖战一直以来 不仅在作品上追求卓越 在个人形象上 也树立了一个 积极阳光 勤奋努力的典范 这也就不难解释 为什么肖战的粉丝 会得到如此多的尊重和厚代 毕竟这样的粉丝群体 确实是值得尊敬和欣赏的 能够拥有这么一群忠实的 充满正能量的粉丝 肖战无疑是娱乐圈里的信任 有人说 肖战的成功是必然的 他的成功没有太多的运气成分 而更多的是靠实力和不断的努力 这话一点都不夸张 回顾肖战的成长历程 他从一开始 并不是娱乐圈的亲儿子 没有任何背景 没有任何资源的他 完全靠自己的坚持 一步步走到今天 在一次次的打击和挫折中 肖战始终保持着 积极向上的态度 迎难而上 这种任性和坚持 是他今天能够站稳顶流的根本原因 从歌手到演员 肖战展现了自己全方位的才华 无论是 《陈情令》中的魏无限 还是 《斗罗大陆》中的唐三 肖战塑造的每一个角色 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这些角色背后的心情付出 正是他作为一名演员的 职业操守与追求卓越的体现 不仅如此 肖战在个人态度上 也是娱乐圈里少见的清流 他带人真诚 做事踏实 始终保持着一颗谦逊的心 他从不因为一时的成功 而沾沾自喜 也从不因为挫折 而丧失斗志 正是这种不骄不躁的态度 让他在娱乐圈 这个竞争激烈的环境中 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特的魅力 在娱乐圈里 有人因为一部剧火了一时 有人因为一场综艺爆红 但能够像肖战这样 持续多年保持高人气 高口碑的艺人 实在是凤毛麟角 观众不是傻子 谁的努力看得见 谁的态度端正 大家心里都有一感称 肖战能够从众多艺人中脱颖而出 靠的绝不仅仅是颜值和运气 而是他真正具备的实力和人品 而梦中的那片海 再次热播 无疑是对肖战实力的一次再次证明 作为一部已经多次上新的作品 他能够再次受到各大卫视的青睐 足以说明其品质过硬 而肖战在剧中的表现 也再次让观众对他充满了期待 未来 无论是新的影视作品 还是综艺节目 观众们都相信 肖战能够带来更多的惊喜 在演艺圈中 有这样一群人 他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温暖着每一位粉丝的心灵 其中 肖战无疑是备受瞩目的明星之一 自从出道以来 肖战凭借其出众的才华和谦逊的态度 赢得了无数粉丝的喜爱和支持 然而 近期由于各种原因 肖战出现在公众事业中的频率有所减少 这让许多粉丝感到既期待又担忧 每当这个时候 粉丝们总会想起肖战曾经说过的话 我会一直努力 不让你们失望 尽管肖战的身影暂时少了些在荧幕上活跃的机会 但粉丝们的心中却依然充满希望 随着射雕英雄撰侠之大者 即将上映的消息传来 这份等待似乎变得更有意义 这部电影不仅是一部武侠经典在线 更是粉丝们与肖战之间情感纽带的一个新起点 对于粉丝而言 射雕英雄撰侠之大者 不仅仅是一部作品 它是对肖战演技的一次全新考验 更是对他本人的一份期待 期待他在荧幕上展现出更多的可能性 粉丝们的热情并不仅仅局限于电影本身 他们更加期待随着电影的宣传推广 能有更多机会见到肖战 从电影节到红毯秀 从发布会到各类影视活动 每一次肖战的亮相都成为了粉丝们关注的焦点 这种期盼不仅仅是因为想要亲眼见到偶像 更多的是希望能通过这些场合 感受到肖战的进步与成长 每一次的露面 都是粉丝与肖战之间无声的对话 是情感交流的桥梁 而对于肖战来说 粉丝的支持是他前进的最大动力 他知道 正是有了这些默默守候在他身后的人 他才能够更加专注于自己的工作 更加努力地提升自己 因此 当粉丝们在社交平台上留言 希望肖战能多拍电影时 这不仅是对肖战个人发展的期待 也是对他与粉丝之间情感联系加深的愿望 粉丝们的爱是无私的 他们愿意陪伴肖战走过每一个阶段 见证他的每一次蜕变 而肖战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回应着这份深情 无论是通过社交媒体 分享日常点滴 还是在公开场合 表达对粉丝的感激之情 都让这份情感变得更加深厚 未来 无论是在大荧幕上 还是其他领域 肖战与粉丝都将携手同行 粉丝们期待着肖战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支持着他 这是一种相互成就的关系 粉丝因为肖战而更加热爱生活 肖战因为粉丝而更加坚定信念 正如肖战曾说过的那样 我愿做你们的光 照亮彼此的事件 这不仅仅是一句承诺 更是肖战与粉丝之间 永恒不变的情谊 总之 肖战与粉丝之间的故事 还在继续 射雕英雄撰侠之大者 以及后续的作品 将成为连接双方情感的重要载体 让我们一起期待 在光影交错中 肖战与粉丝 共同书写更多美好的篇章